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很多人在摄取过多的高脂肪 高热量食物的同时 也引发了各种疾病 其中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一种 高血压患者一旦血压控制不住 就会给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 高血压的危害主要是对心脑血管 肾脏以及眼底等身体器官的伤害 轻度的高血压一般不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 大多只有头晕、头痛等不适 但实际上长期的血压升高的状况 会一直损伤各器官的血管 最终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并发症 比如说脑血管疾病、心力衰竭、肛脏动脉周样硬化、心脏病、慢性肾衰竭等 所以高血压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定要把血压调整到正常值 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快速降低血压的神奇方法 可以快速帮助我们血压调整到正常值 让我们从此不再受高血压的困扰 这个食疗方法用到的食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几种食材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新鲜的苦瓜 现在正是苦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便宜、营养又丰富 研究发现苦瓜具有非常好的降低血糖、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苦瓜它是一种常见的蔬菜之一 它的热量非常低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等成分 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营养 减少其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能够帮助保持血压稳定 因此高血压患者可以多吃一些苦瓜 苦瓜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可以煲汤、可以凉拌、可以炒着吃 还可以用来泡茶喝 苦瓜便宜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些晒干了 一整年都可以用它来泡茶喝 另外苦瓜还可以抗癌 苦瓜含有蛋白质成分以及大量的维生素C 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使免疫细胞具有杀灭癌细胞的作用 研究发现苦瓜具有非常好的降低血糖作用 正常的糖尿病患者在食用苦瓜之后 可以使血糖有明显的下降 我们先把苦瓜清洗干净 然后去除苦瓜燃 再把它切成薄片 切成像这样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洋葱 洋葱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不仅含有维生素C 叶酸、钾、鲜以及纤维质等营养素 更有两种特殊的营养成分 胡皮素和前列腺素A 这两种特殊的物质令洋葱有了很多其他食物不可替代的健康功效 洋葱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A的蔬菜 前列腺素A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连稠度 因而会产生降低血压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的作用 可以预防血栓形成 洋葱中含有丰富的胡皮素 其生物可利用率非常高 科学家研究报告指出 胡皮素可能有助于预防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对于动脉周样硬化能够提供重要的保护作用 糖尿病朋友经常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尤其是三高可以经常的吃一些洋葱 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环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常吃一些洋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远离糖尿病 洋葱我们只需要半个就够了 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给它抖散 放在一盘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性温 肉皮 味精 具有上寒结表的作用 可用于风寒感冒引起的二寒发热 生姜对于降血糖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为生姜中含有特殊的物质 类似于水阳酸的化合物 能够稀释血液中的 稀释剂和抗凝剂 所以它具有降血脂 降血压 降血糖的作用 生姜比较辛辣 对于心脏和血管有刺激的作用 能够加速血液流动 将给提高 糖尿病患者的自身抵抗力 一般情况下 糖尿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 有免疫力下降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适当地吃上一些生姜 能够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自身抵抗能力 生姜把它切成细湿 切好放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10克左右的山楂 山楂有很好的降血脂 降血压 活血 化瘀 抗衰老 消失的效果 现在医学研究发现 山楂中含有叫做 环童类的有效物质 这种物质能够很好地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这种物质在进入人体后 能够很快地扩张血管 这样血管的活力 获得了很好的改善 血流量也大大的增加 这样血压以及胆固醇 就会下降 在中医书10件本草中记载 山楂具有化血块 活血的作用 用山楂泡水 对于身体能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而且常用山楂煮水喝 还能够有非常好的降低 身体中的肝油膳质 以及血清胆固醇含量 这样身体患有动脉硬化的可能 就会大大的降低 把山楂清洗干净 然后直接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山楂煮上5分钟 5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盖子 然后把苦瓜片和洋葱 生姜丝一起倒进来 继续煮上10分钟左右 这里不需要盖盖子 用大火煮就可以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10分钟后 我们的洋葱颜色已经变成粉色了 证明它的营养物质都已经涌入汤中了 这个时候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简单的调一下味 这样我们的苦瓜洋葱生姜汤就煮好了 装入碗中就可以喝辣 这道汤比较清淡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餐后汤来饮用 有非常好的降低血糖 预防糖尿病并发症 还有降低血脂 降低血压的作用 对于去须 阳须 血瘀型的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以及高血糖等慢性疾病 都有比较好的调理作用 正常人经常吃 也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身体免疫力 起到抗癌 强生 健体 延廉易瘦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